张柏芝未婚夫公开,谢霆锋王妃看了都极度,谢震轩,我有心爸爸了。 关于张柏芝三胎孩子生父的讨论不断,网友们都十分好奇到底是何方神圣,能获得张柏芝的欢心呢?其实,这在娱乐圈内是公开的秘密。 张柏芝在节目上也透露过未婚夫是圈外人,对她很好。 张柏芝的妈妈曾在采访的时候提到女儿的男朋友是新加坡富商,是一家上市企业的老板。 张柏芝未婚夫公开,谢霆锋王妃看了都极度。 和谢霆锋的这段感情让张柏芝很受伤,自从谢霆锋和王妃复合之后,大家都非常关注张柏芝,希望她也能尽快找到自己的归宿。 如今的张柏芝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,但岁月并没有在她脸上留下痕迹。 她身心迷就窈窃,很多人好奇她是怎样保持苗条身材的。 张柏芝在采访的时候,大方分享了自己的秘诀。 原来她每天都会喝一杯果与菊,难怪她如这么苗条,微碰的我套宝照来。 吃了三周,大赌男就帅掉了,姐妹们可以试试。 如果张柏芝在婚,最高兴的应该是二子谢震锋吧。 谢霆锋离婚后对两个二子不闻不问。 谢震锋缺乏父爱,在采访的时候甚至喊话谢霆锋。 你不配当我大,如今谢震锋终于有新爸爸了。 你觉得谢震锋是一个及格的爸爸吗? 二、王妃与谢震锋的私生女六岁。 比前夫两个女儿好看,张柏芝,你还能生。 王妃与谢震锋愤愤合合的感情一直被大家议论。 但她们不在乎外界的声音,平淡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。 如今她们复合六年,却没有结婚,也没有生孩子。 大家不禁怀疑,难道她们打算恋爱一辈子吗? 然而,最近有港媒爆料称,王妃早已米米为谢震锋生下一个女儿, 今年都六岁了。 长得比她与前夫的两个女儿都好看,传闻写得有鼻子有眼。 可是想想,她们2014年才复合,如果女儿六岁, 那她们是刚确认关系就有了孩子,这不大可能吧? 而且谢震锋之前碧瑶说,自己只是谢震锋与谢震南的爸爸。 如此看来这又是捕风捉影的消息,王妃根本没想过要给谢震锋生孩子。 再加上她已经50岁了,就算想生也生不出来了。 其实王妃和谢震锋重新在一起,绝不是为了生个孩子,她们各自都有孩子。 人生该走的过程都走了,剩下的就是享受爱情和生活了。 只是可怜了她们的孩子,都是在单亲家庭长大。 谢震锋的前妻张柏芝独自养这两个儿子,到现在要养三个孩子。 虽然她40岁了,却越来越漂亮,肌肤水嫩水嫩的。 四肢十分纤细,很多人好奇她是怎么维持的。 张柏芝在采访中说,她每天都坚持喝一杯也。 赶 鼓 看来这就是她的保养秘诀了。 微胖的我去淘宝找来,尝试三周。 肚子上的肉肉甩掉了,难怪张柏芝的小腹那么平坦呢。 谢震锋、王妃与张柏芝三人纠缠了大半辈子,如今她们都有了各自的生活,互不打扰。 希望谢震锋在与王妃恋爱的同时,不要忘了两个儿子,步入青春期的她们。 是需要父亲的年龄,谢震锋还是多陪伴儿子吧。 三 真相了 谢震锋心口承认有三个儿子张柏芝,我多年的等待美白匪。 谢震锋年轻的时候,真的是很多人心中的男神。 然而这几年她却因为与张柏芝,王妃的三角恋,备受争议。 甚至悲伤詹男的满名,前年她的前妻张柏芝未婚生下三子。 大家都怀疑孩子是谢震锋的,但是被她否认了。 如今张柏芝的三胎都一岁半了,孩子的生父依然被大家猜来猜去,近日谢震锋不满了。 她在社交平台上承认自己是孩子的爸爸,她说为了三二子的未来。 愿意和张柏芝复婚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,这下为解之谜真相了。 那为何当初谢震锋又否认自己是孩子的爸爸? 其实都是因为王妃,他们两个还是恋人关系。 但最近他们似乎分熟了,媒体很久没拍到他们合体的照片了。 王妃也搬出他们的爱潮,谢震锋恢复单身,所以就公开身份了。 其实很多人都不看好谢震锋和王妃的感情,他们不仅年龄相差太大,各自都有孩子,还牵扯到几个家庭。 他们在一起有点违背道德了,如今他们分手,谢震锋回归家庭。 对于张柏芝来说是一件好事,她为了两个儿子一直未婚。 想必心里还矮着谢震锋,现在她多年的等待总算没白费。 张柏芝虽然是三个孩子的妈,却越来越漂亮了,肌肤水嫩水嫩的。 四肢十分纤细,很多人好奇她是怎么维持的。 张柏芝在采访中说,她每天都坚持喝一杯也。 赶 鼓 看来这就是她的保养秘诀了。 微胖的我去淘宝找来,尝试三周。 肚子上的肉肉甩掉了,难怪张柏芝的小腹那么平坦呢。 张柏芝和谢震锋分纷和和那么多年,既然孩子都有三个了,那就好好过日子吧。 张柏芝曾说过要生五个孩子,最好有个女儿,她和谢震锋的颜值那么高。 她们的女儿肯定也不差,你期待她们的女儿吗? 四 难以置信,张柏芝三儿子听到谢震锋名字后说了俩字,网友,没听错。 慢慢的小王子也长大了,在张柏芝有空闲的时候就经常带着自己的儿子们出去玩耍。 碰巧的他们有一次出去玩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记者。 当时只是友好的打了一下招呼,但是这个记者真的很是烦人。 直接上去询问张柏芝小王子是不是谢震锋的儿子,当小王子听到谢震锋这三个字的时候。 小王子脱口而出了两个字,当时大家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,大家都猛了。 当网友们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,直接在下面评论不是吧,我们真的没有听错吧,这只是一个偶然吧。 当时张柏芝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,自己就很猛,心想记者怎么会问这个问题,这个儿子很是积极地说了句话。 发出了很奶的声音,说出了爸爸两个字。 记者听到的时候都已经猛了,一时之间记者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 张柏芝见当时的情况抓紧解释这个年纪的孩子是在学话的过程,所以他们说出的这些都是一些无意识的话。 有关于孩子生父的事情你也不用问,问我不会说。 希望大家能够给他们好好生活的权利,不要打扰他们的生活。 听了张柏芝的话,记者只能到此为止,选择了离开。 小编认为可能就只是巧合,毕竟这个年纪的孩子说什么都是随心所欲的。 没有必要把事情的真相发在一个正在学说话的孩子的身上,因为无论发生了什么,经历了什么。 孩子终究会无辜的,有的网友觉得还是张柏芝和谢霆锋更配。 希望两个人能够重新走到一起,这样对孩子的成长也好。 记得在一次采访中就有记者问了这个问题,张柏芝的回答是。 如果真的会因为孩子复婚,当初就不可能选择离婚。 这种事情真的是说多了没有意义,也没有必要。 他们俩个应该也没有什么交集了吧? 对于这件事情你怎么看?欢迎留言评论。